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文字幕志愿者 可惜蒋介石那心病 看不上杜月生 难过杜月生说 蒋介石他把我们当夜胡适用 需要的时候就拿出来用假 不需要的时候 放在床底都嫌臭戴笠 和杜月生戴笠和母亲的合影 必看戴笠是一位杀人如麻的大特物 其实他的另外一面 却是一个大孝子 真是令人想不到 戴笠和母亲戴笠和美国军人的合影 戴笠和美国军人戴笠和美国军人的合影 在抗日战争胜利后 戴笠自感地位不保 毕竟特物在百姓的心中没有什么好印象 社会上多次呼吁惩罚那些战争中的特物 抗战胜利后 蒋介石对戴笠的作用也没那么大 这常常让戴笠感觉到危险 戴笠和美国军人戴笠和一家人的合影 这是戴笠唯一的一张全家福 1946年戴笠因飞机失事取势 对于戴笠的死因 社会长有很多的传说 但是对于戴笠来说 一切都结束了 正如他死后的晚年 通过自由富人评论 返回搜狗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